台灣的疫苗越來越多了 今天會有三波疫苗到台灣 那剛才日本送到台灣的部分 已經到了 畫面你會看到 那麼今天總計會有三波 180萬劑到台灣來 疫苗越來越多 當然就要強打疫苗 不過這個疫苗到底多或少 是不是也成為政治當中攻防的焦點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說了 疫苗不夠 他要聯合四個國民黨執政的縣市 一起買500萬劑的BNT疫苗 還嗆聲他蔡政府說 那你不要管我 不過很奇怪的是 本來講好說要一起團購了 現在台東似乎說自己疫苗夠了 好像也不太想要加入團購 是不是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的號召力不夠 這個疫苗政治操作不起來呢 今天各位來賓 從右手邊開始 首先跟各位介紹的是 民進黨台中市黨部的副執行長楊總理 大家好 資質媒體歡迎林玉慧 大家好 大家平安 前和平醫院急診室的主任 張玉台張醫師 大家好 國民黨新北市議員陳偉傑 主持人好 大家午安 同時你也是國民黨的發言人 好 我們再來看到打疫苗 現在大家非常的趕快要來打 預約也好 或者年齡排到可以來打 不過呢 又來看到的是這個 加快打疫苗 台北市啟動了花博徵驗館 但是記者拿台北跟高雄 這兩個地方的大型打這個疫苗館 來做比較到底哪裡不一樣 8點不到花博徵驗館入口 擠滿民眾全要等著入場打疫苗 走進場館現場更壯觀 為了在15號前把中央播的疫苗全數打完 北市首度啟用大型疫苗接種站 首站就選在花博 現場才與美町改良版施打法 場內區一半是報道問診區 另一半是施打區 讓動線更順暢 7月14號就有7000多名長者來接種 加起來花博的總接種人數 首日就有8000多人 接種率高達91% 因為我從戲子過來的 這次安排很棒 又有音樂 讓你的心情可以很放鬆 我覺得不要太害怕 感覺如何 很舒服啊 又很涼 會啦 一定會啊 我們也很緊張啊 對啊 我們在外面等 我們也很緊張 因為還要休息半個小時嘛 民眾對動線規劃還算滿意 只是同樣徵招大型場館 臉書粉專 We Care高雄 PO出照片 比較北高兩地的接種人潮 說花博徵驗館2000坪 18條施打動線 一天可以打14000人 高雄展覽館5400坪 開21條施打動線 一天卻只能打6000人 難道是高雄還滿嗎 粉專拿照片 指一花博從施打到等候區 通通都是密集群聚 問市長柯問哲 有必要為了充施打量 這樣做嗎 虧你還是醫師 多數是自己來 那少數的陪打者 我們當然希望說避免群聚 主要的用意是這樣 我們的花博徵 他們有整個挑稿 不是一個大出口 所以他們自然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前後左右都拉1.5公尺以上 所以沒有群聚的問題 院長強調施打人潮分時段 也分流 距離也足夠 絕對沒有群聚問題 花博接種站第二天 預約接種人數高達6000多人 被食品疫苗接種數 但防疫安全也得顧 好 跟台灣向前行 觀眾朋友說明一下 今天指揮中心的記者 會在1點半就開了 所以目前我們就沒有進行連線 不過把剛才1點半 到現在確證的資訊 提供給大家 今天肺炎最新的進度 是14例本土確診案例 那麼4例境外移入 有死亡個案6例 看得出來數字一直不斷在往下 那數字往下 當然大家要配合很多的 防疫的措施 當然如果可以的話 趕緊打疫苗 一位姐請問 剛才我們看到說 其實北高人多 都啟動大型的接種站 好像台北的花博經驗館 跟高雄的大型的展覽館打起來 還是有不一樣的措施 細節不太一樣 我們如果回想起來 高雄其實是一開始 他們就用大型的施打站 高雄在第一天的時候 我記得應該是在6月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啟用了大型施打站 第一天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陳其邁生氣器 還記得這條新聞 他在標罵他們 罵工作人員 對 標罵他們的局處長 原因就是因為第一天的時候 大家本來以為距離是要維持1.5公尺 可是到了現場看以後 因為每一位的長者 都還會有一位的陪伴者 所以到了現場你就會發現很擠 台北市現在就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跟當時一樣 跟當時 高雄很像 一個多月前的高雄是翻版 所以我們台北 我們現在都是以致用火 人家高雄一個月前 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我們台北不會去 沒有拿來當教訓嗎 沒有拿來當教訓 所以我們台北那個 到目前還是真的是剛以致用火 高雄人家有音樂 我們台北在這次的 終於也有音樂 不過這個以致用火 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相信很多的長者 在前一陣子打疫苗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辛苦 因為我自己就幫我媽媽 在網路上面預約 其實大家預約 你預約過的人 不是這一次我們幫我們自己預約 其實除了網路當機以外 大概都很快 那你幫長者預約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一肚子氣 那預約完了以後 像我住的和平東路那邊 和平東路大家知道 有好多的小診所 台北是用小診所在幫忙打 很多的小診所在這麼熱的天氣 早上八點多的時候 診所的外面就是人行道 就排隊了 然後就已經在排隊 然後很多的診所非常貼心 他們還擺了凳子讓長者坐 可是這麼熱 那你讓長者坐在那邊 每位長者推輪椅的 還有陪伴者 其實全部都是群聚在這個棋樓之下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在 因為疫苗陸續到 因為這樣今天光今天 從日本我們已經有334萬劑 光今天就有187萬劑的疫苗 會到達台灣 所以未來這個疫苗的速度 就是比各縣市 你接種的速度到底快還是慢 所以台北是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這樣子的一個壓力之下 才開啟了大型的接種站 而大型的接種站 你可以看到台北雖然硬個錨 這個他們在5月的時候不就說了 他要一天打2萬人都沒問題 可是為什麼在兩個月後 他還是這樣哩哩哩哩 我要給各位看了一些的數字 這個數字是大家可以在網站上面 你可以找到全世界的疫情的 就是COVID-19的疫情 這個顏色非常的多 我們看一下 我們台灣是這條曲線 哪一條 綠色的 我有點看不太清楚 綠色是哪一條 現在是最低的這條 最低這條 台灣看到了 最低的這條 然後我們上面往上的 是馬來西亞 日本 泰國 印尼 然後韓國跟越南 你會看到各國 其實他們的曲線是往上 我們的大概高峰期是在5月中左右 所以我們疫情控制了 對 我們的疫情控制了 這個是在國際上面的圖表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我們在5月中的時候 我們的這疫情的確是 這個紅色的線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大概是在4月中的時候 他們比我們前面 5月中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的這波的疫情 我們現在其實我們的速度下降 是非常非常的快 這是我想 這是雖然說我們還在三級警戒當中 但是這是我們所有全體國人 我們一致團結一致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得來的結果 然後接下來是要給各位看的這張 同樣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就叫做 Our World in Data 你可以看到這個網站上面 它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 我們台灣在打疫苗 這張圖是秀打疫苗的速度 剛才是秀整個台灣的疫情確診的速度 這張是台灣我們在疫苗 美國的疫苗送給我們 日本的疫苗送給我們 我們台灣自己買的疫苗 也陸續進來之後 我們台灣加快了打疫苗的速度 以昨天打了24萬 我們現在的疫苗的覆蓋率 第一劑加第二劑大概有18% 這個圖表我們應該衝得很高 你看我們原來是趴在地上 老實講 因為當時沒有疫苗也沒在打 我們當時沒有疫苗 我們現在是改成紅色的這條線 優姐我們來看一下現在 陳中部長針對這次日本送疫苗給我們 現場的發言 我們的醫護人員也都非常的珍惜 那一劑基本上都可以打到 1.07到1.10 所以幾乎可以打到360萬人 這也代表了15%的人口涵蓋率 那對我們的防疫的幫助是非常的大 我們非常的謝謝 我們非常的謝謝 那相信大家今天也在這裡 來見證這疫苗的夏季 我想大家心裡上都非常的感動 那我心裡也是覺得非常的激動 那也要再度謝謝日本政府 跟日本人民 對台灣這樣的一個情誼 那我相信 這是日本跟台灣 我們的友誼長存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剛才我們用很緊急的連線的方式 讓大家看一下陳中部長現在在收 這個謝謝日本提供給我們今天 日本好像快一百萬劑 九十幾萬劑 九十七萬劑 九十七萬劑到台灣 今天有三波 應該再不會跑三次了 太辛苦了 今天是日本一波 然後我們自購從泰國來的一波 還有一波是從 Locsenburg過來的 優姐繼續說 我們很好奇 我們台灣打疫苗的速度 到底有沒有比別人快超級多 對 這個是 我們在今年的四月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當時台灣疫苗打的速度 其實是非常的慢的 所以我們跟其他的國家 其他國家大概 我們等一下告訴各位的國家 我們從其實點是2月19號 所有的國家大概都是 那個時候的疫苗 才陸續的進入到各國 所以大家開打的時間都差不多 然後我們是這一條紅色的線 這個是統計到7月12號 當天我們是16.27 我們有急起直追 我們有 對 我們急起直追 你看我們追得非常非常的快 那這個國家就是國民黨 越南 越南 菲律賓 對 常愛講的這個越南 越南其實他們現在的疫情 也非常的嚴重 對 那他們也是買了3000萬劑的 在5月份的時候 買了3000萬劑的輝瑞 對 他們買很多 但到9萬劑 買3000萬劑到9萬劑 很可憐 買那麼多也到不了貨 我覺得這個 大家都一樣 現在真的是情況是這樣子 大家都一樣 像泰國他們最近也傳出來說 因為疫情太嚴重 對 那AZ在泰國的這個 他們有投資 那瓦吉拉龍宮就準備下令說 讓泰國的AZ廠 不准出國到其他的這個國家 這個目前還沒解決 所以這個還是在值得觀察 這樣會被告 對 這個可能要小心 因為去年義大利 今年應該義大利的時候 就遇到這樣的情形 那你看我們的這個情況 這是在7月12號 我們今天 我們在7月12號的是16.27 我們在昨天是7月14號 那我們就已經到18% 也就是說 我們大概短短幾天 我們的上升的這個速度很快 一天可以1%到2% 我們大概接近1% 如果我們要到25%的話 我覺得有可能 到7月底 對 到7月底 是有可能的 有25%沒問題 對 那就解封給他解 這個我覺得還是要看大家 因為看其他的這個國家 那我們在看這張圖上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韓國跟日本 這兩岸國家 一個國家要辦冬奧 一個國家現在考慮要再進入到4級 就是韓國 這個是他們已經打 但是韓國你可以看到 他們過去曾經有一段時間的時候 打非常高 那韓國的情況是 他們也是買了4000萬劑的莫德納 然後到大概86萬劑而已 所以各國的情況現在都是 面對到的是買疫苗很急很急 但是疫苗到貨卻是很慢很慢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困境就是 疫苗大規模的如何接種 那個接種的速度將會是比較 各國是不是可以趕快儘速復原 不是說我想打就可以打 他還要安排 一定要安排 還要預約還要流程 醫務人員的流程 因為去打過的人都知道 你現在是每一個人 你到了以後 因為要問診 問診的原因是因為 醫師要親自問你說 還要錢單子 你的情況如何 寫生明書 你適不適合打 然後接下來是注射了以後 你要坐下來坐在現場 你還要留關的時間 15到半個鐘頭的時間 所以這整個的流程 其實是他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如何趕快提高速率 讓全民的接種覆蓋率 能夠提高的話 這才是能夠讓台灣 所有的國人安全的一個 最好的方法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從5月開始 一直到現在三級警戒 很多很多的小店家 他們過得非常的辛苦 因為店家一旦不能開門 或者是大家沒有辦法 出門去消費 那造成他們的影響 也就是說他們的生計 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你政府再怎麼紓困 也比不上我們民間 一般的經濟來恢復 所以我才會那個時候 當台北市或新北市 他們動不動就在什麼 紙上兵推 要趕快來封四級 我覺得那會是非常可惡 那是恐嚇民眾的一個做法 我們現在已經經歷 三級警戒兩個月 你就知道說 真正封起來 對於民生經濟 會有產生多大的影響 我們希望真的能夠 在7月26號解封 但是要解封的時候 其實戴口罩跟勤洗手 維持個人的健康 這個是我們大家 不管你打疫苗了沒 最重要的NPI 這不是NPC 不是在打電手游的 這個NPC 最重要的一個防護 有打疫苗 保護力當然更好 如果有打疫苗 再加上我們戴口罩 清洗手 然後保持安全距離 我覺得這個才是能夠 確保每個人健康 剛剛玉慧姐說 台灣的這個疫苗覆蓋率 一天一趴對不對 差不多 一天一趴 張醫師如果按照我們 現在台灣打疫苗來看的話 扣掉 因為大概現在17 要到25 蔡英文說這種 統統到25 還有7 一直加7 7天就可以 好就算7個工作天好了 我們不要算6日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7月25號左右 應該就可以 到達25%的這個能力 如果我們6日不要給他休息 就再加7 馬上就可以到這個覆蓋率了 這個情形不錯 對啊 其實還有兩個禮拜 滿厲害的 對 所以我想就是說 現在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有些人他如果不想打 他要去佔那個預約的位置的話 這就比較困難 你預了預約之後 你居然不去放寶的概念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 這個地方政府這邊 就是要想辦法就是說 趕快如果沒來就往下 沒來就往下 就不要再去等那些 就不想打的人 所以指揮中心一直不斷放寬 那個規定 一直放寬 讓大家能夠有一個伸縮 速度能夠加快 對 如果不加快的話 但這一直在等那些人的話 可能這個速度會變慢 但是你覺得這個實際的速度 就像您剛剛說的 你認為其實會很快 但是為什麼現在 總是會有反對黨立委說 疫苗的劑次比 是有點政府要美化這個 疫苗接種速度 這個你怎麼看 其實我是覺得就是說 沒有必要去計較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是最重要的就是 讓大家趕快能夠打 那現在疫苗夠的話 那我們就趕快去打 打的話 那其實計次跟 或是說你實際的那種 次打過多少人次 那這就比較 就沒有那麼重要 我想這個我來解釋一下 還是又要解釋 我補充一下 剛才我舉的這個網站 這個our world data in data 這個網站就是用計次的 用計次 計次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我打了兩次 第一劑或第二劑 我都算一次 等於說我算兩次了 對 那但是有人說 怎麼可以這樣算 一個人打兩次 不是他等於佔了兩個名額嗎 他說要每個人都打過 那個才是真正的覆蓋率 不同說法 因為我們現在 除了Johnson Johnson 他號稱是可以打一劑以外 幾乎所有的疫苗都是要打兩劑 所以就是應該把全國的人口 乘以二 那個是飽和的 但是一般來講 最理想的狀況 不太可能全國的人口 大家都乖乖去打 一定各種情況都有 所以大概會有一個我們希望預期的一個 一個總體的一個覆蓋率 所以用這樣子去算 那他會比說每一個人打一劑或兩劑 這個去計較 你是打一劑的人統計 然後打兩劑的人統計 這樣子是印象會比較深刻 好像計次比是國際主流對不對 你剛剛說你的網站當中全部走的是計次比 我插一下張醫師的話 我在這邊給大家再看一個 這個是法國一個研究 那這個法國的研究 我這擺在這邊比較清楚 那這個法國的研究 這個是他用了 那個樣本數大概是八千多個 八千一百多個 那他是計算第一劑 那這裡面總共有三種疫苗 第一種就是BNT的疫苗 輝瑞BNT的疫苗 第二種是莫德納的疫苗 第三種是AZ的疫苗 打了第一劑以後 法國八千多人做出來的 BNT是他的保護力是49.2 莫德納是38.2 然後但是AZ的第一劑的保護力是86.2 AZ最強 所以這些都是好疫苗 全部都是好疫苗 不管是莫德納BNT或者是AZ都是好疫苗 但是在第一劑裡面 法國所做的這個實驗 呈現出來的結果是這個樣子 AZ最好 因為我們要計算打兩劑 所以我們應該告訴所有的朋友 現在是有疫苗 就像陳金鋒說的 求來就打 我個人是非常想打這個國產疫苗 你要等嗎 但是我現在是求來就打 輪到我了我就打 到時候可能混打變成趨勢了 混打目前 這個可能等一下要請張醫師來幫我們示疑 混打目前 這個我們等一下搞不好也會討論到 混打的這個問題是全世界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樣本其實並不多 然後這些都是緊急授權的 我們國人如果當時對於有沒有三級人體實驗 那麼在意的話 我們膽子怎麼突然間變大了 混打你敢 全世界的人膽子都很大 不是嗎現在 沒有前一陣子我們大家不是 爭執說那個三級臨床實驗 沒有做到這國產疫苗怎麼可以讓它上市 不是還在計較這事嗎 可是國外的疫苗不是都沒有三級嗎 對可是我們當時的討論 不是就有人罵我們的國產疫苗 怎麼可以給它緊急授權 一定要做好三級以後才能夠讓它上市 怎麼現在大家在覺得混打很潮 時空背景不一樣了 有就先打 好我想有關於 好我想有關於說這個混打也好 或者是說有關於這個覆蓋率的部分 我想請問國民黨的發言人好不好 因為包括計次比 會覺得說計次比是能美化這個數字 這是國民黨的委員提到的 不過我也知道其實站在監督政府的立場來講 有很多時候要抓一些施力點 不過這個施力點好像這樣做出來效果沒有很大 當依慧姐直接拿國外的一些醫學資料來看 國際主流就是用計次比來看疫苗的覆蓋率 我想其實不管是用人數來看 或是用計次來看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政府把這些東西 數據呈現出來的時候 民眾到底能不能接受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我覺得說各種的理論 一定都有A說跟B說跟C說 或綜合說等等的 那只是說這樣的說法 哪一種可以符合民眾的需求 我覺得這才是政府在跟民眾在溝通上 的落差上應該要去思考 怎麼會 例如說你這個政策推出來 你可以讓在野黨沒有辦法再說 這個計次比是是 鑒於過去的這個校正回歸也好 是有美化數據的可能性 當然我還是不可否認 我認為整個藍綠在一個對立的狀態當中 大家是幾乎沒有所謂的一個互信可言 所以既然你只要提A說 他就會提B說 E要提B說 那每個人的論點不一樣 就好像我們在從史觀一樣 有台灣史觀 有中華史觀 那到底哪個史觀是真的 沒有一個定論 只是說這樣的一個論點 哪些民眾比較可以接受 那我覺得說作為在野黨 我們提出我們對這樣的一個 計次的一個 不管是質疑也好 或是建議也好 那我覺得沒關係 那政府作為一個 完全執政的一個政黨 或是一個政府 他應該如何去說服民眾說 為什麼要計次 例如說像剛剛玉岳姐講的 國際組合用這個 好那國際組合用這個 好 國際組合用這個之後 到底符不符合台灣民眾的需求 台灣民眾對於這樣的說法 能不能接受 我想如果能接受 不管怎樣的比法 民眾都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覺得說 政府在推出政策的同時 到底如何去說服民眾 去接受現在政府的政策的一個推廣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我會提到就是說 像剛剛這樣大家提的這麼多 那每個人對每個人論點 那到底這個哪個論點 可以得到多數民眾的一個需求 所以像剛剛紓困 我們在談紓困也好 我們的版本是普發現金 一萬塊對不對 那但是可能執政長說 沒有我們現在這個錢不夠 錢要用在刀口上 好這個論點也是對的 那怎麼去說服民眾說 我沒辦法普發現金 但是我們現在可能很多時候 是處在一個對立跟對抗的狀態當中 所以你提什麼 我也不理你 那你提什麼 我講我的你講你的 對 等於是各講各的 那大家覺得說 好像你們一直在 所以我想最近 大家看到民調 兩個政黨都掉 那為什麼 那我覺得這很多時候 就我們在政策論述上 是可以奪得 讓更多的民眾 可以接受 某個政黨的一個論點 我覺得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剛才裕瑞姐拿出很多 國際的這些資料給你看 您個人能接受嗎 如果按照剛剛余瑞姐 因為我還沒去查 如果按照這樣的話 我當然是能接受 說不定又拿出另外一個版本的資料 來跟你做不一樣的比較 這個是公開的資料 大家都可以去查的 這公開的資訊只要大家去查 確實是可以的 那我講過了 很多的論點 國際論點到底適不適用台灣 我們還要去想這個部分嗎 像我們以前也很多的政策 不管是教改也好 也推了很多美國的這些 這些什麼演算法 問題是台灣的民眾 就喜歡被絕有懲罰表 到底能不能接受 我的論點是這個 這些國際的主流 到底符不符合台灣 現實的一個需求跟需要 那台灣在這陣子當中 可能因為大家急著要打疫苗 那因為也疫苗 荒柚這個三級警戒 一再的延長 大家可能心理上 或是各方面 尤其像我們擔任民意代表 我們現在每天 除了選民服務 還要充當張老師 一直安撫他的心靈 他會緊張是不是 他會緊張什麼時候可以打到疫苗 他想打哪一個 哪種的疫苗 然後要打也緊張是不是 對他會很緊張 到底能不能預約 有時候他不會預約 也跑來找你幫忙預約等等 在預約系統 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有比較穩定一點 那就是說可能大家 很多人 像有些我們選區是 這個長者比較多 他可能比較不會使用這些東西 在新北市對不對 對 新北市的部分 對啊 長者還是不會使用 還是變成要 他有時候可能需要 他的這個晚輩來幫助他 協助他等等 但我們新北市 不是只有這個 除了這個系統 我們的李林長 也說都有在協助 在推廣這些事情的 所以我想我們在不管在疫苗施打上 雖然說最近有人一直在批評說 他們你們這個庫存量很多 但是我想市長這幾天也特別強調了 我們是求好求穩不求快 他認為打疫苗不是在比賽 比賽速度的 只要讓長者可以接受 因為每個人型態不一樣 都市區域可以打比較快 鄉村的區域可能沒辦法 我們可能還要成立什麼 一些負責幫忙協助打疫苗 到去他的家裡 或是去協助他等等的 每個形態不同 所以議員您剛剛說 很多縣市的疫苗 庫存量都很夠 都還夠 對 可是國民黨還是覺得 永遠是不夠 還要聯合執政縣市去 買五百萬劑的BNT疫苗 這也是一種疫苗政治對不對 這當然我想文堯哥 你的這個說法 我尊重 但是說因為最近 有很多的一個新的這個 學術的理論有出來說 可能未來因為這個變種病毒 一再的改變 但這可能待會兒要問 張醫師他的專員 其樣超前部署你的概念 在這裡 他說未來可能要打第三劑 那當然如果以現在 我們執政黨所準備的 似乎應該還是不夠的 不過我剛剛從韋傑議員口中聽到 原來各縣市的疫苗似乎都還夠 然後我們如果疫苗 能夠盡快多一點趕快來 然後趕快把它安排好 其實相信這個疫情解封 是指日可待 中理你怎麼看 其實這個疫苗 我想不會說不夠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包含今天 剛剛不是才又有一批 而且今天會來好幾批 我想疫苗夠不夠這個問題 從一開始大家都在吵這個 然後這個網路上大家都在講說 國民黨每次就在談疫苗不夠 那疫苗不夠 如果有了疫苗 那買了疫苗 就是說買太貴還是買太少 買太貴買太少 還是我們沒得選這種疫苗 現在一下子就想說 要選莫德納還是選AZ 有了預約系統你還要覺得說 我為什麼只能挑這個 不能挑哪個 監督政府 對 那我覺得說 這個很多的時候 我覺得監督當然是理所當然 那有立場很正常 有立場那就好好來辯論 可是辯論要基於一個什麼 基於事實 要基於科學事實根據 比如說我們剛才談那個 計次比的問題 剛剛玉慧姐也提到那個 國際的數字了 那我覺得我就先不提那個 國際數字的問題 而是說為什麼我們看到這麼多 不管是國際媒體或國際機構 採用的是計次比 我覺得很簡單一個道理 也就是說打第一劑就會有保護力 就是你有打就有保護力的問題 而不是在爭執於說打第一劑了 然後多少 然後第二劑多少 當然打完第二劑效果會更好 可是其實重點是在於鼓勵民眾 你只要有施打疫苗 你就會產生保護力 我覺得很重要是在這裡 所以計次比它背後突顯的意義 我覺得應該是在於說 我們好好來看待說 鼓勵國人施打疫苗 施打疫苗以後 這個施打率越高 那我們就對不只是保護自己 也保護了我們整個社群 我們整個社區的民眾 所以我覺得大家討論 討論的時候 當然第一個基於事實 那有不同的立場沒關係 大家在這裡講 可是比如說剛剛 這個韋傑議員提到說 民眾是不是能接受的問題 我覺得今天中央政府在執政的時候 我們當然提出很多的數據 我們甚至提出很多政策 針對政策面 針對數據面 你提出一些想法或者是批判 所謂批判跟批評是不一樣的 批判是根據具有邏輯理性來討論的 那叫批判 批評是情緒化是不是 批評就是基於情緒性的 所以我覺得你要基於事實來批判 可是我們看到目前普遍來講 在野黨 台灣最大的在野黨 中國國民黨 其實都是在用扯後腿的方式 意思就是那個論點不夠有依據 在針對所謂的疫情防疫政策 怎麼說呢 比如說我們現在買到疫苗 或者是說今天又 今天又日本又送了這疫苗 送疫苗就要被批評為什麼 叫做乞丐 疫苗乞丐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就不是好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從監督立場來看待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如果要好好來看待說 今天我們這個疫情如何 可以大家團結一心 同島一命 要來共同的團結抗疫 團結抗疫就是讓台灣每天的 這個確診數字下降 然後讓台灣安然的度過這一波疫情 那我覺得這個是團結的時刻 我們對內就應該要一致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波的這個疫情裡面 我覺得已經不是武漢肺炎疫情了 在台灣已經是叫政治疫情了 那政治疫情剛剛也提到民調問題 好 民進黨好像看起來數字有下降 但是國民黨下降更多 都不好 都不好 可是普遍來講 我們看到國民黨下降的狀況 也非常驚人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 因為民眾 剛剛講說民眾相不相信 能不能接受 民眾就是沒辦法現在接受 國民黨這種監督的方式 因為監督的不夠力 我舉個例 我昨天在台中市市區的街道上 看到很多的這種黑白看板 什麼黑白看板 那個黑白看板就是說 他舉例說 我全給我疫苗 我要活命類似這種 那這是誰操縱出來的 而且這個還不只是單一一個 是好幾波 我要活命給我疫苗 出來呼籲說 在這個疫情的關鍵的時刻 我們如果7月26號 我們希望我們的疫情警戒 可以再往下降 那我們是不是共同來團結 我們在這一波的 這個疫苗施打裡面 大家也一起出來鼓勵 等於說反對黨要集結這種 憂慮的聲音 大家能夠團結 是正面的監督的概念 而且拜託一下 現在地方政府多數執政的是 國民黨的縣市 所以國民黨縣市裡面 其實我必須要講 我們很持平來講 國民黨的執政的縣市裡面 施打疫苗有狀況好的 施打疫苗也有狀況不好 台中應該不錯 台中算施打得不錯 所以包含盧秀燕的這個市長 他施打的疫苗狀況 沒關係他做得好 我們給他拍拍手 可是問題是如果在地方縣市 比如說以我們台中隔壁的南投 他的施打狀況就非常的差 可是現在如果說要去 施打狀況都不好的情況 你要要求說 我們幾個縣市聯合起來說 我們要再去做採購疫苗 對 然後要做捐贈疫苗 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先把你本業做好 你再去看更遠的事情 是不是操作過頭 從剛才總理所說的 國民黨主席江啟成 要聯合南投 雲林 花蓮 台東 四個藍營的執政縣市 來買500萬劑的BNT疫苗 不過妙咧 台東後來說 我們應該沒有這個急迫性 到底是不是黨中央發起的活動不支持 還是其實黨主席根本沒有號召力 稍回來 打疫苗成了全民運動 但是在台中市卻有長輩 明明在兩個多月前 就已經打過AZ疫苗 卻又跑到快打戰 想要混打莫德納當第二劑 我這邊有碰到好幾個長輩 那因為他們已經打過第一劑了 他一定要來打 我一直跟他解釋 政府現在還沒有開放混打 那有一次有碰到一個 是醫生本人 台中市南區的疫苗快打戰 就擋下了五六個 但還是傳出光是在台中 至少就有五名長輩蒙騙過關 做了完命混打的人體試驗 打完疫苗之後 會有一張黃卡 但是有一些長輩 刻意不帶黃卡 接下來他又把健保卡 上面的小貼紙給撕掉 明明就已經打過AZ了 但是卻又想要混打莫德納 無獨有偶在北屯區的快打戰 還被發現地上有掉落的小貼紙 疫情指揮中心證實AZ疫苗混打莫德納 臨床試驗計畫進行中 有消息就指出台大醫院正在做 院防低調證實接受指揮中心委託 對象也是隨機的 像從這名醫護的接種卡可以看到 5月第一劑打的是AZ 7月13號就混打了莫德納 專家認為 國內應該加快混打試驗腳步 德國之聲也指出 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報告 打完AZ四周後打BNT呼輝瑞 相較兩劑都打AZ 可以產生更多抗體 德國薩爾大學 以及西班牙研究 也得到相同結論 比起兩劑同疫苗 混打可以產生更強免疫力 不過世衛卻不建議 黃黎明認為 混打渴望提升AZ接種疫苑 目前混打呼聲高 台灣有望實行嗎 更重要的 也希望藉此加快疫苗施打速度 力拼覆改率 我們台中的鄉親很可愛 打了第一劑疫苗AZ疫苗之後 把那個貼紙撕掉 其實台中人也很聰明 他可能知道衛生局 跟疫苗預約系統是沒有連在一起 那個貼紙就把它撕掉 然後第二劑打莫德納 不過他真的很聰明也很勇敢 打了AZ再打莫德納 其實台灣人的想法應該都是 我以後的價值應該是不會死 我貼納如果貼納應該是不會死 可能是稍微不爽 不一定我煮兩貼 效果更好 有沒有可能 台灣人會不會就這樣想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軒然 就是說打了AZ以後 加上BNT效果會更好 真的 然後就是打了什麼AZ 然後加上AZ效果比較不好 所以現在在流傳說混打的效果更好 對啊 我想聽聽看你的意見 所以我是覺得 以我個人來講 因為開始有疫苗的時候 其實那都是緊急授權 那時候其實我在節目上 就有主持人問我說 你會去打嗎 我說不會 我一定是站在最後一個 那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種 就是說緊急授權 其實他就是還沒有完全 在一個很正常的一個 就是過程完成以後 再給大家去打 所以張醫師您到現在目前 還沒打疫苗 昨天打了 終於打了 因為我兒子說 你一定要去打 因為我孫子 如果你不打 我孫子不來 對啊 我就認為張醫師的想法 讓我們都覺得 因為您希望能夠有非常 明確的科學跟間據 沒有 可是張醫師是保護孫子 因為孫子不能打 所以很多時候人會身不由己 要配合一下周邊的家人等等 所以你終於打 那你打莫德納還是打AZ 我現在就是莫德納 現在是莫德納 所以有很多長輩今天打了 第一次AZ 第二次覺得說 不行 我一定要做到莫德納 我自己拚了 我就把貼紙撕掉也沒關係 對啊 是 所以那都是在賣命 我是覺得 AZ大家那時候在打的時候 因為可能就是說 他由85歲以上開始打 那應該很多有賣信 而且又是一些是說 我們也沒跟那個當事人 講得很清楚說 你如果還在治療中 你就不要來接受 所以會發生這麼多的事情 大家就嚇到 那嚇到了以後 現在又衝出來一些 莫德納 莫德納打這個自告奮勇的這種 義勇軍出來 我覺得 我是覺得這些人應該 我們要好好的去宣導一下 但是再跟你詢問 其實你一開始的認證是說 他希望能夠三期都通過了疫苗 你才打 可是為了配合你的家人 你打了莫德納了 請問你第二季要打哪個品牌 第二季我莫德納還是要打莫德納 所以你不要混打 我不會打混打 你堅持不混打 你寧可不打也不混打 對 可是不是有很多的證明提到說 已經可以混打 你還是不要 不願意相信 我這樣講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東方人 如果是我們的國產的話 如果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實驗 實驗的過程出來以後 那我們會知道我們東方人的體質 因為西方人跟我們東方人其實 第一個體型就不一樣了 吃的東西也不一樣 然後生活習慣也不一樣 所以你說那個劑量 人家西方人打的劑量 你說在我們的東方人的劑量 而且他們現在還要說打第三劑 那個根本就是更可笑的事情 你讓大家 我是覺得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有我們自己的一個 實驗的基礎 聽了出來你一直都很支持國產疫苗 對 你希望國產疫苗能夠趕緊的成功 他就是說我期待國產疫苗 但是我希望就是說 照不來 不要說跳過 跳過的話 我還是會擔心 你的意思就是說 哪怕很多國外的文獻 告訴我們混打可以了 但是你如果說第一這個煮莫德納 你第二這個等沒有莫德納 你甘願你就不會煮 我甘願不煮 你等到可能等一年你也要等 我可能等一年我也等 但是如果說一年的時間 預防力已經弱掉怎麼辦 對 弱掉以後就可以重打 再補打 再補打可以這樣 就可以換打 換打新的 所以別人可以接受混打 別人都打沒關係 你有你的想法 就是短期內 比如說八週九週十二週 或是說半年內我還打不到 我就等 那等如果沒有 那如果等這個抗體的效率 一直減一直減 減到最後 然後再去打 換別種的疫苗打的話 就比較安全 所以其實這也是 反映出另外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很多人很支持 很想支持國產疫苗的 我們願意把我們自己的身體 來打國產疫苗嗎 是總統就是這樣子 蔡英文總統準備打國產疫苗 是 所以有很多時候 明明知道說這個有風車主 應該是不會死 那會死可能是突發狀況 所以一間不夠 煮兩間不行 對不對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的想法 因為張醫師是專業的醫師 所以他一定對於醫學 他更會保護自己 如果他選擇 剛才講到他都去打了莫德納 他是為了孫子 為了保護孫子 因為我們到目前為止 到今天 那日本才在考慮 因為日本才在考慮 接到了莫德納 他們的一個原廠的一個 緊急授權的一個申請 因為他們現在做了3000多位 那就12歲到17歲的這個試驗 那要申請在日本的緊急授權 希望日本開放12到17歲 也可以打莫德納 但現在還在日本 在進行EUA當中 全世界是因為只有BNT 他有做實驗 所以正是BNT為什麼可以打 12到17的一個原因 那全世界不是有文獻 來支持混打 那是因為真的不得已 像包括德國的總理 那包括英國 他們之所以會去第一劑打AZ 第二劑去混打莫德納或BNT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第二劑的AZ 當時趕不上了 那那個疫苗的第一劑的保護期 已經要過了 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才去打了第二劑不同廠牌 那不同廠牌的一個情況 那現在也在做研究 就我所知的 大概英國有一份 牛津大學的一個研究 大概是800多人 是AZ加上BNT 西班牙也有一份是AZ加上BNT 我們台大現在是正在進行中 那他們是準備要做的是 AZ加上莫德納 可是全世界沒有鼓勵你去混打 因為就像剛才張醫生所講 沒有鼓勵混打 對 不鼓勵混打 不要說這混打是一個很潮的流行 這一點都不是 因為混打這個是一個緊急授權 你連第一支你都搞不清楚 都沒有完全三期 更不要講進入四期 這是一個緊急授權 在全世界各國都是緊急授權 那你現在你就把它進行 你自己就做一心理 你就把它再混打 我要提醒所有的這些政治人物 真的不要去在這個時間點 鼓勵讓民眾去混打 認為這混打是潮的 除了政治人物 還有一些的這些網紅 一些KOL 因為我們長輩為什麼會怕打AZ 認為AZ不好 不就是因為前一陣子在宣傳 AZ說什麼不好 打了會猝死 然後說什麼怎麼樣打了以後 這個什麼會得癌症 什麼什麼講了一大堆 所以讓我們的長輩 每一天看LINE的訊息 要看到就很害怕 我不要做AZ 我要做一支那麼好的莫德納 那現在竟然自己還做一心 這個AZ頭一間做AZ 把那個貼紙撕掉 真勇者耶 你不怕這個做AZ是怕死 你現在去做百支 這真的是讓我匪夷所思 所以我覺得 如果真的是為了家長的 家裡面長輩的健康著想 千萬千萬不要鼓勵這種混打 因為沒有任何的科學依據 來支持這種混打 如果現在在網路上面 去支持混打的人 真的是真的很壞 尾傑議員 你接觸過很多的長輩 現在真的成如張醫師所說 有部分的人希望說 我就混打 我家族整隻應該比較健康 會這樣嗎 我覺得 當然因為我覺得過之前 有很多這樣的報導 說好像 就報導會寫說 什麼建議怎麼樣 效果會更好 真的 我怎麼都沒看過 有有有 然後呢 但我覺得他們因為 對於每個 這一個疫苗的功能 有不同的一個見解 我想因為一開始AZ出來的時候 不管是歐美有些國家 它不管是它自己 內部的什麼一個條件怎樣 它停止或是有什麼選算問題 因為有媒體有報導 所以很多人會有這樣的疑慮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到底我應該打 莫德納還是打AZ 所以我們也接觸到很多 就是他可能告訴我說 他已經 他已經排到AZ 能不能直接放棄等莫德納 當然我們還是鼓勵他說 這個能不能等得到 這個第一個 因為到底國外的到貨量怎麼樣 第一個我們不知道 那這個地方政府 他這個配的這個狀況怎麼樣 我們也不清楚 所以還是請他自己要做一個 萬全的一個準備 對 那有些可能是他是一個大家庭 可能每個家庭他的每個這個 可能他的小孩有五六個 每個對疫苗的這個認知不同 兩個支持說 讓媽媽打莫德納 兩個支持說繼續打AZ 那本來要支持國產疫苗 到後來被逼的必須先去打別場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國產疫苗這個事情 不管我認為朝野或是整個國人 應該多數都是支持的 所以我覺得 對我覺得都是支持的 所以我覺得就像剛剛張醫師講 我們支持這個國產疫苗 只是說可能希望它是一個 一個完整的一個期程 因為就像剛剛張醫師提的 我也好幾個醫生朋友 他也是主張他不想打 他想等國產疫苗 不是 他希望 因為他說覺得疫苗的這個養成 需要10到12年的時間 他覺得他不安心 沒有經過三期確定 對 就是說 而且可能現在的這個個案 或是因為現在是緊急授權 因為沒辦法 這個疫情爆發 所以緊急這樣子來做 但他到底對人體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影響副作用 因為短期之間還沒有辦法 去累積這些數據 還是有風險 所以大家會有這樣的一個疑慮 只是說現在因為緊急授權 大家希望整個疫情可以控制住 所以還是鼓勵大家 能打就打 至少它有一定的保護力 只是說可能 它的每個%怎樣不知道 可能有人覺得說 這個比較 AZ比較好 莫德納比較好 所以說不管怎麼樣 第一個提升整個疫苗的覆蓋率 這個才是重點 那疫苗政府把它買購買 除先進來 這才是重點 混打到底行不行 還有成如剛才張醫師所說的 他本來想要支持國產疫苗 想最後打國產疫苗 可是不得不先都必須打 其他場白的疫苗 那面對這樣支持 在本土產品的民眾 我們該怎麼做呢 稍後回來 國民黨堅持要聯合執政的 南投雲林花蓮 台東等四個縣市 跟進購買500萬劑的BNT疫苗 要政府比照台積電和鴻海專案辦理 綠營實力是聽不下去 台中包括新北 這兩個直下市的市長 並沒有加入江啟城主席 所謂的地方政府購買的 這樣的一個團購的名單裡面 甚至我們看到了 台東的副縣長已經說了 現在疫苗應該是足夠的 所以既然疫苗足夠之下 我們看到台東縣也跳船了 不只綠營罵剩餘率最高的前三名 分別就是 南投縣百分之四十點七 台東縣百分之三四點六 花蓮縣百分之三十二點九 獨立學專家 張明威更是質疑 當全台平疫苗覆蓋率 南投縣卻遠遠落後 莫德納給了五萬多劑 剩下三萬多劑 庫存率高達百分之六 AZ有百分之六 尚未施打速度 怎麼會這麼慢 到底是在等疫苗過期 還是只要BNT 那長輩的接種量 如果不如我們的預期 我們會加速我們的 接種年齡的下放的速度 那我們的地方政府 依照他們自己的意願去申請 而且委託合格的藥商來進行 這有什麼問題嗎 這跟主席選舉有什麼任何關係 所以我們認為 國民黨地方政府 要買疫苗議題 只是國民黨主席選舉的一個 所謂外部化 內部毛布的外部化 國民黨堅持要採購BNT疫苗 但外界的質疑也如影隨行 好 剛才我們看到國民黨主席江啟成 他就說了 說這一次要聯合南投雲林 花蓮台東四個執政縣市 申請購買500萬BNT疫苗 他說 這個跟要選黨主席沒有關聯 意思就是有人給他貼標籤 江啟成主席是為了趁聲量 創造自己的聲量才因此這麼做 不過到底這個效果好不好 還有包括上一段我們看到說 我們台中的鄉親 住這個混打疫苗 比中理的台中的管區 你說你還有特別去看那個快打架去看了一下 是 我其實都會去快打架去看一下那個施打的狀況 當然是正在很旁邊去做觀察 然後其實台中那個混打的那個事情 我跟大家還原一下現場 那個其實上週上個禮拜發生的事情 不是這禮拜才發生 然後後來通報才爆出來的 這個問題是說 有一個民 比如說快打架 因為他的施打都是要拿到通知單 然後我再去快打架施打 那通知單是民政系統造册 民政局造册的 不是衛生局造的册 那這很正常 我拿到林長 然後李幹事或林長給我的通知單 我這個完全從民政系統來 對 結果最關鍵的一點來的 現場我拿的那個健保卡 我們先姑且不論說 他健保卡上面那個貼紙 還是那個黃卡的問題 他貼紙撕掉或沒有帶黃卡這些 先不論這個東西 他就是撕掉以後 然後現場那個插卡的 台中市政府 現場的快打架電腦是沒有連線 那沒有連線幹嘛插卡 對 所以現場電腦系統是連線 所以這個禮拜趕緊採購 插好玩 所以台中市衛生局 在這個禮拜趕緊採購設備 說好 現在從今天開始 就可以開始連線了 怎麼會這樣 所以 那你沒有連線 你沒有連線他插的卡 等一下也沒登錄 對 所以拿健保卡來幹嘛 其實插健保卡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健保卡 那個我聽到健保署的回覆是說 他們健保署裡面 不會有民眾註記 有沒有施打AZ疫苗 而是這個是有機管署 才會有註記 所以你說哪怕插了健保卡 插健保卡也沒有用 重點是在於民政系統 他一定會註記到 因為你那個是由民政系統發通知 所以就民政系統知道 你有沒有打疫苗 那幹嘛大健保卡 那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呢 這件事情就是說 這一位混打的民眾 他當然是因為 通常要打第二劑 至少要超過8週到12週以上 可是他就是在不到8週的情況之下 就又打了第二劑了 打了第二劑 剛好這位民眾 因為這位長者 他是隔天 因為他是有這個要洗腎 他隔天發燒 然後去到醫院 然後醫院的這個 經由這個 就是詢問之後 然後就通報一查 才發現這個人 因為他有問到說 他是有打疫苗 然後就有一查 才發現說這個人 打了兩劑疫苗了 在不到8週的期間 所以這個事情 才會這樣爆發出來 所以這個事情應該不只他吧 別的地方可能也有 所以可能被爆發出來而已 所以我們就現在 現在因為這個混打的問題 剛剛在提到說 混打的問題就是 他以為說 這個健保卡貼一張貼紙 然後黃卡可以註記 這樣就解決 可是我們就沒有這個 我們沒有去debug 對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中間有一些小小的bug 就出現了 如果民眾要忘記 或是要故意地轉漏洞 所以在現場 電腦沒有連線 如果電腦有連線 可能這件事情又不會發生 就不會發生說 重複施打的問題 對 就混打的問題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可能 因為施打的這個權責 還是在地方政府身上 不過重複很妙 他洗腎對不對 他打第一劑AZ 沒問題 打第二劑木的紙 算是發生 意思是說木的紙比較不好 不是這個問題 對 發生不知道是怎麼 原因發生 所以醫生你檢查後 發生說這位長者 你原來你有打過疫苗 而且還打了兩劑 是 所以才會這個 才趕快通報上 這發生在上個禮拜的事情 所以我們這禮拜才知道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 發生之後 我就覺得說 當然這個民眾可能 本身這位長者 有刻意隱匿的事情 也許 那他刻意隱匿 會不會有比如說 在違反一些相關的 法令上的問題 是不是要該受罰 這個我覺得 可能也有待這個CDC 要釐清 好 有關於國民黨 要買疫苗的部分 讓總理稍微休息一下 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韋傑議員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這麼做 當然他的出發點 一定是希望幫台灣 爭取更多的疫苗 不過我們覺得很奇怪的地方是 為什麼後來台東說 我的量夠了 我不要了 本來應該要大聲支持 黨主席提供 做這樣的一個活動 不管有沒有政治效果 或者是純粹是為了台灣人好 怎麼回事 主席的現在號召力 比較弱調是這樣嗎 其實我覺得 這跟主席的號召力沒有關係 那我還是還原一下 這一件事情的這個始末 其實大概在兩個禮拜前 我們在中常會上 就有多數的中常委說 希望由江啟臣主席 出來率領我們14個執政縣市 一起來購買這個疫苗的一件事情 但是當時的江啟臣主席 才是說因為疫苗購買 牽涉到每個縣市的自己的財政的狀況 所以後來主席就才是說 有意願的縣市我們再來串聯 所以後來就是這四個縣市有意願 要來購買這個疫苗 所以就是只有這四個縣市 所以跟他的一個領導力跟威望 是沒有關係 也是中常委促成的意思 他中常委希望14個縣市 但是主席說沒有沒有 每個縣市的財政狀況不一樣 所以他們有需求提出來的 我們再來串聯 所以主席是被動 當作是一個領導者的概念 所以就是說你們一直說他在擾亂 我說真的也不對 如果他擾亂 他就要求14個縣市一起來就好了 如果你個人為你的縣市有需要的 我們再來串聯起來 來買這個疫苗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關於這個台東的部分 其實我們今天也有特別去了解了 其實台東他就說 他目前的疫苗是夠的 但他並沒有說他不參加 這個聯合購買的一個問題 但是問題是每個都夠不是嗎 對 那是他目前的這個狀況 對啊 但是說因為現在我們疫苗進來說 真的我剛剛提到了 我們現在目前中央是說未來會有這個 整個會有4500萬劑 但是會不會不夠 不知道 大家還是很擔心 對 那我想在國民黨執政 這個這幾個縣市以來 不管是過去在這個CDC 在疫苗的分配上 或許他們有這樣的疑慮 所以他們說那沒關係 那如果我們可以尋 不管是鴻海或者是台積電這個模式 我們也委託合格的這個藥商來協助 我們這四個縣市一起要來核買這樣的疫苗 其實我說真的 我這邊也必須要強調就是說 不管國民黨只有這件事情 每個人解讀不一樣 有人覺得說你就要扯後腿 但其實如果你換一個角度 你把國民黨當成一個朝野的一個合作 我也是幫國家把疫苗買進來 或許你覺得說有很多國際的一個問題 沒辦法解決 你認為說都是中國大陸的問題 都是誰的問題 我想國民黨有國民黨自己的渠道 可以來協助政府 如果今天執政黨他可以把心胸更開闊 認為說這是一個朝野的一個合作 我覺得也未必未常是不好的 公司都可以協力朝野 為什麼不可以合作來買這個疫苗 所以玉瑋姐照這樣講的是 執政黨心胸太狹窄 國民黨要買疫苗的話 錢要從哪裡來 是這四個地方縣市政府自己出錢嗎 好像是這樣子吧對不對 目前是這樣 那這四個地方縣市政府如果要出錢 還真有錢是嗎 對 錢那會不會排擠到其他的預算 一定會吧 所以這個是要給大家知道的事情 但是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給大家 那個來了解一下 這個是7月14號 我們看一下 這個四個縣市 第一個是南投對不對 對 南投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7月14號 我們在第一季的接種率的部分 我們全台 等一下我先看 全台的平均是 在7月14號的話是17 看到了 我這樣放著可能比較穩一點 會不會 對 是17 對 那南投的部分 南投在這裡 全國平均17 12 他比較慢 他打只有打12 打12 也就是他落後5% 對不對 落後5% 然後我們再看還有其他哪裡 比較低的嗎 花蓮 花蓮是高於 花蓮是18 我們平均是17 對 那他是18 還有哪裡 這個 南投 以及其他 不管彰化是不是 彰化是15.6 他找了包括雲林花蓮跟南投 所以我們看一下雲林 那雲林 雲林 花蓮多少 花蓮剛剛講18.5 對 雲林呢 雲林在這裡 雲林15.5 也低於17 也低於17 所以那如果以南投來講的話 你現在只有12 你是不是應該要先趕快去打你那個12% 趕快安排大型接種站 或是安排診所 大家一起來幫忙 你現在只打到12% 當全國的平均是17% 你就是落後全國平均值還有5% 你5%聽起來 我們覺得5%好像很少 可是你的母數是12%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追上 所以現在不是疫苗的問題 是你應該先把你自己在 你庫存裡面還沒有打完的先打完吧 看起來12是全台灣 算是最落後的縣市 應該不會 這個可能後面還有11的 還有11的 怎麼這麼弱 11是誰 新竹 對新竹縣 老實講 我覺得我不是在苛責說 像新竹好像南投 因為你浮原廣闊的話 老實講 如果是長輩或者是民眾 他要來打 的確是有他的困難 山區比較多南投新竹 所以我覺得現在縣市長 不是去考慮到說 我要不要動用縣庫去買疫苗 這個不是你優先考慮的 現在應該是你如何要趕快去讓你所有的縣民 能夠打到第一劑疫苗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有一點政治操作 你怎麼會畫錯重點 你這就本末導致 你先去買了一堆疫苗 然後你疫苗慢慢打 然後你打不完 放在庫存裡面放冰箱 那等他過期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現在是南投遇到最大的問題 剛才講到另外一個台東 我們看一下台東 台東說他疫苗夠 台東其實他打到18.3% 超過17% 對 他的情況也還是不錯 那如果以台東 他的南北也是非常狹長 如果以台東 花蓮都可以打超過17% 那南投沒有理由你只有12% 所以江啟臣主席 如果你真的國民黨想要來幫助 想要在這局當中 不管說是幫你自己也好 或幫助台灣的社會也好 或幫助這四個縣市也好 你應該是要發動所有國民黨 包括你的政治公職 趕快打疫苗 趕快去幫南投 趕快去讓這些的 南投的民眾想辦法 鼓勤民眾出來打 對 如果說他在偏遠地區的話 甚至於開車去把他們接送 這個才是國民黨 現在救亡圖存的一個辦法 不是說這個嘴炮 說大家趕快我們要動用縣庫 你拜託你南投有多少錢 你台東有多少錢 花蓮有多少錢 所以你如果一旦去動用了縣庫的話 今年現在才7月份 我們希望finger cross 我們今年都是很平安 都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但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你錢要從哪裡來 錢可以這樣用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真的要請 國民黨要謹慎 總理我剛剛聽韋傑議員 跟裕衛姐這樣解釋完後 會不會這個提案 到後來就雷聲大雨一點小 因為第一個要自己花錢 第二個台灣的疫苗 越來越多一直來了 第三個其實真正要進行的是 趕快請民眾出來施打 會不會講講到後來 這根本沒有辦法成局 其實我覺得這個 國民黨這一次這個戰略 這個策略 我覺得如果再早一點 他可能如果在五月中 或是在六月的時候 可能會黑出來 有效果是不是 我覺得也許會有可能 去說服一部分的民眾 但現在就是對於民眾來講 我們先打 因為每天都新聞都一直在報 誰又捐了疫苗 或疫苗怎麼樣 陸陸續續進來的狀況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 普遍可以知道說 疫苗是夠的 所以我剛剛也講 為什麼有一些人在操作說 在各個地方 用一些黑寒的方式發動什麼 我要活命 我要疫苗 可是這些東西 如果放在網路社群裡面 在很多地方的 大大小小的這種社群 社群的網路的社團裡面 反而很多人就說 現在就有疫苗了 你有錢去掛那些說 我要活命的看法 我要疫苗 給我疫苗的看法 你為什麼不趕快去 預約登記趕快去打 而且重點是這個禮 這個禮拜 我們不是已經開放到 18歲以上可以去 預約登記的嗎 而且這個預約登記 是到今天下午5點 所以大家看完台灣 向前行之後 趕快再繼續預約 先預約再說 18歲以上民眾都可以 也就是說 可以預約表示說 疫苗一直逐步往下開放 就是疫苗 足夠的情況是這樣 你今天聯合了 這四個縣市說 我要再去做採購疫苗 採購疫苗 大家也知道說 在這次採購疫苗裡面 包含前一陣子我們看到說 台積電 這個鴻海 跟政府之間 還有跟這個 德國原廠 還有這個 上海復興 在這個不管是哪方面 大家有一個 共同一個很好的結果 產生了 應該差不多了 這是一個好的結果 應該會有的 而且他們 光是這兩家大廠 其實都已經有一千萬劑了 然後磁劑 接下來也可能還會有 實際也會循這個方式通過 大家會記得 之前佛光山不是也要嗎 後來佛光山 沒聲音了 還是要繼續買 佛光山不是說之前也要捐疫苗嗎 後來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佛光山他說 他要採購的是交生疫苗 他不是BNT 他交生疫苗 其他全部都講BNT 交生疫苗也自己發 這個新聞稿對外講說 我們只跟國家對口 我們不跟一般的這個 民間機構來做對口 所以很清楚的說 在目前為止 疫苗作為一個戰略物質 而且在目前 你就想把它當作軍備採購 來看就對了 地方政府怎麼可能 去採備軍購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現在在做這些事情 你在消耗這些 政治能量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國民黨這個策略 實在是在這個階段來講 我覺得是太不治了 是不是所有的防疫的細節 都要跟政治在上邊 很妙的地方是 外國媒體報導說 這次包括郭台銘 包括台積電 都是被蔡政府徵招來買疫苗的 不過對此總統府澄清說 沒有 台積電跟鴻海都是主動申請 政治還真的有趣 很多事實 講到後來變成謊言 稍後回來